大型女生也很忙啊 可是他們處理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只要他們很忙的時候 他們會把那些事情是放工 那他們放工的方式是怎麼樣 跟男朋友就會撒嬌很溫柔就是 對嘛 我們撒嬌沒有用啊 你們都在那邊罵了罵去了 台灣男生撒嬌沒有用 我們撒嬌沒有用 看那些兩顆眼睛就是揪幫忙的感覺 喔 幫忙 那還有什麼 我們如果幫忙還是不夠 大型女生還是會請他的男生朋友幫忙 舞陽所以就是說我老公 我請他四點去接小孩 他五點半人沒出現 我還說老公 你好討厭喔 真的嗎 真的嗎 好可愛 這樣我就會接 我會去 我會去 這樣子我們 我們通告都去接 什麼叫做這樣你就會接 那不是你家小孩嗎 你不是這樣就可以去接了 你這樣我不會去接 想像要爆炸 想像要爆炸 我跟你講真的習性不一樣 台灣男生和外國男生不一樣 如果我們家的是外國男生 我們也可以很輕鬆嗎 對 對不對你們台灣男生就是這樣子 對嘛 台灣男生辛苦了 對 這個家是兩個人的 對 對不對 如果需要幫忙的話 就大聲地把它說出來好不好 對 不要一個人做最深夢氣 自己也不開心 好不好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孫雞強下次見 拜拜 拜拜 一下吧 你 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